大家好 歡迎收看明彪換藍頻道 在開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提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推薦片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首先我覺得很榮幸的是又有偉大的祖國人民 未經我同意就放我的影片上B站 這次令我覺得更榮幸的地方 就是他還用我的頻道名字來偷我的影片 騙點擊 不是 套用之前偷我的影片的人的用語 就是幫我的影片做國內推廣和 我在此謹以最誠摯的態度送上衝心的感激 看來我以後每條影片都一定要送上感謝水印來感謝你們 否則怎可以辜負祖國人民的後愛呢? 說完感激的致詞 進入今天的正題 其實這支錶在三個禮拜前都已經有一個師兄放在MWC寄買 無奈一直都沒有時間拍片 今天終於有時間來拍下這隻很多人都一直想我說的白鳥 事不宜遲 去片 好 第一次看到這個白鳥的錶盒 是一個黑色的木盒 先打開它 把錶拿出來 這是我今天要說的主角 白鳥Piaget限量版六面Polo S 首先每次講新品牌之前 根據慣例都要先講一下歷史 白鳥這個品牌是174年 由創辦人George Edward Piaget 在瑞士的小山區創立的 當時他只得是19歲 創立的初期只是一間小小的工作坊 主力是做高精準度的機身和零件 但正式將Piaget這個名字成為註冊商標 就是創辦人的兒子Timothy Piaget 他在1911年接手加業之後 將工作坊由生產機身升級到可以生產碗標 並在1943年將白鳥這個名字 註冊成為一個品牌的名稱 從此白鳥這個品牌在國際市場上迅速發展 在1956年到1963年這段期間 白鳥自力研發超薄機械機身 在1957年推出了史上第一款 首動上鏈的超薄機身9P機身 並在1960年 研發出口度只有2.3毫米的12P自動上鏈機身 當時的這個發明列入了建力士世界紀錄 而之後的60年代 白鳥因為結合珠寶設計和非凡的機身成就 得到很多國際名人的喜愛 這段時間就是白鳥的黃金時期 接著到了70年代 石英風暴的來臨 令到機械錶的市場 在當時幾乎全溫覆沒 很多品牌都在這個時期 推出運動錶的新系列來列景求生 例如AP的Royal Oak和PP的Noturus 在這個時期誕生 白鳥亦在1979年推出了以馬球為主題的Polo系列 因為當時的白鳥總裁Yves Piagre 本身是一個愛馬之人 而且白鳥在70年代 擁有自己的馬術團隊去參加美國的馬球比賽 於是衍生了這個全新的Polo系列 由於當時在石英風暴的年代 所以第一代的Polo就是18K金的材質 搭載超薄的7P石英機身 之後Polo系列都經歷了幾代的進化 直至2016年推出了Polo S 這個非常有驚喜的全新系列 為何我說是非常有驚喜呢? 因為白鳥作為一個一直以來 都秉持著貴金屬製錶中指的品牌 這百多年來都只是在2001年 做過一隻全不受講的碗錶 Upstream 而這一個Polo S系列 是白鳥第一次正式量產的不受講碗錶 S的意思是Steel 所以對白鳥來說 這次是一次非常大的改變 而我手上的這隻 就是白鳥在2020年推出限量只有888隻 六面的Polo S 先說一下這隻錶的基本規格 它的直徑是42mm 厚度是9.4mm Lug-to-Lug的距離是46.6mm 而錶2的廣闊度是20mm 錶殼和錶帶都是用不受光的物料製造的 H型的鏈帶和連接長方形的這一格 是用拋光加拉絲交錯的設計 造型配合錶殼的風格 呈現一些非常流線型的線條 而錶扣是一個蝴蝶扣 就開兩邊的 這樣去開兩邊的 拍下去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都挺好聽的 造型也是非常薄和貼手 而錶面的設計就是這個Polo S 是最特別的地方 和其他70年代推出的錶款風格一樣 都是呈現一種非圓非方的造型的感覺 這就是白雀Polo那種形中有形的風格 而錶盤就是孔雀綠色的一個綠色的Tone 而且有太陽放射紋的效果 大三針再加6點鐘位置的日期槍設計 令整個錶盤佈局更加平衡 我個人就比較喜歡這種日期擺中間的設計 看起來就比較順眼一點 本來綠色面就不算很特別 2021年開始也有很多錶都出了錶面 因為錶面也挺大熱的 但這隻Polo S的index和指針 都是用了玫瑰金倒式的處理 這一種玫瑰金的色調配搭這個綠色面 有一種滑龍點睛的感覺 這一種化學的作用使得視覺上 亦有一種湖水綠的感覺 所以看起來是覺得非常高貴 而且這種顏色是覺得頗舒服的 而還有這一支很收長的秒針尾 亦有代表了PRJ的P字的Logo 所以突顯出Polo系列的馬球貴族的氣質 而作為一隻運動錶 所有的index和時分針都有Supernova的夜光效果 好,我們反轉到錶底看看 好,我們反轉到錶底看看 見到有一個透底的設計 可以欣賞到白雀1110P的自動上鏈機芯 這個機芯嚴格來說 不可以叫做白雀自家製造 因為白雀在1988年被力風集團收購了 這個1110P就是力風集團旗下的Valveria機芯廠 由Cartier的1904MC的機芯去修改而成 用了雙發條股的設計 還有陶瓷滾珠俗成 以及雙向上鏈的京爪式的自動上鏈系統 所以上鏈效能和動力輸出的能力都非常穩定 這個灰色的自動桌上面都黑了白雀的家族徽章 其實看上去非常有型 而機芯的打磨都有中等以上的水準 有日耐亞波紋的處理 以及也看到有用藍鋼螺絲來做裝飾 而機芯的震頻是28800 以及動力儲備是50小時 經過Mingwatch Channel兩天的全方位測試 這支錶的秒差是每天快5至6秒左右 雖然不算是頂尖準確的那一支錶 但是我發現這個機芯是非常穩定的 無論我長時間放什麼方位、靜態或動態 其實都是保持著快5至6秒 所以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機芯 我現在就示範一下如何操作這支手錶給大家看一看 首先它這個震迫沒有鎖入式的設計 就這樣向上轉就是常連 如果把震迫拉到一格 就可以快調日期 但是快調日期之前 我們首先把指針 轉到安全區 所以把震迫拉多一格 把時針轉到6點多的時間 是一個安全區 到了安全區之後 我們先重新快調日期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這樣快調日期 這個跳日期其實也跳得挺有力的 讓大家聽一下聲音 其實聽起來也挺過癮的 把震迫拉多一格 把震迫拉多一格 看到是有一個停秒的功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調教它的分針 我們看一下那個 去到半夜12點轉日期的情況 看到這應該不是一個順調的日期 看到現在的日期已經歪了 慢慢轉過去 才會跳的 所以這個機身就不是一個順調日期的機身 調校完所有的操作之後 把震迫拉多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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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這個手錶所有的操作 我現在戴上手給大家看一看 原本以為42mm 再加上少少方形的錶殼 但在我那隻154mm的手腕上 一定會有少少偏大 但在實際上戴上手之後 我又覺得 又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可能因為它夠薄 大家可以看到厚度 其實真的挺薄的 而且你看到那條錶帶 其實都真的挺貼手的 所以這隻錶 其實是一隻可以每天都戴得很舒服的 一隻日用錶 而且這隻綠色 判毛鬼金的配色 看起來真的挺有貴氣的 但Polo系列 亦有些運動錶的元素 所以這隻錶 無論你穿西裝 或者是平時的Casual Look 去戴著它 都沒有問題 是一隻非常白搭的錶 不過這一種 不只是枕型 還是橢圓型的錶圈設計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看得慣 和每個人都喜歡 始終不是一個非常主流的設計 需要對白雀的歷史 有一定的認識 和欣賞 才會知道 這隻Polo S的魅力在哪裡 不過我覺得這隻錶 都不是沒有缺點 就是機身 只有50小時的動力儲備 以現金的標準來說 是有點不足的 我覺得如果可以降低震頻 去增加動力儲備 去到60小時以上 我覺得這隻錶會好用很多 我之前也有說過 Polo S系列是白雀第一次 量產不秀港錶的系列 所以都算是有一定的歷史珍藏性 這一種綠色面 更加只是生產888隻的限量版 官方的定價 這隻錶是港幣104000元 這隻錶是一個師兄 放在MWC寄賣的其中一隻錶 狀況大概是九成左右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上來MWC拿這隻錶上手 玩一下實物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開箱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的影片 還有記得按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我一出新影片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到大家 還有如果看影片不喜歡 看完美的相片 就記得追蹤我的IG Mingwatch Channel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繼續分享 最大的動力 下次再見 拜拜